Apple 2019 年 iPhone 發佈會終於舉行而不立 一如大眾所料 iPhone 1 後戲就推出了 3 個版本 包括較便宜的 iPhone 11 以及大玩專業拍攝功能的 iPhone 11 Pro 和 Pro Max 先說說今代新 iPhone 注目的新功能 就是加入了 Ultra Wide 鏡頭 iPhone 11 就有一支 26mm Wide 鏡頭 以及一支 13mm Ultra Wide 鏡頭 而 iPhone 11 Pro 就更多一支 56mm 兩倍光學變焦的鏡頭 拍攝時彈性更大 iPhone 11 和 11 Pro 都加入了新的顏色 11 就加入了粉綠色和粉紫色 e Pro 就加入了全新的 Midnight Green 機底由反攻的鏡面玻璃改為磨砂玻璃面 而機身的 Finishing 都非常好 的雙手感覺都非常高貴 當然其他性能亦得以大幅提升 例如配備了全新 A13 Biolic 處理器 運算速度完成現時所有對手 另外電力亦提升了 使用時間增加最多5小時 而 iPhone 11 Pro 和 Pro Max 的屏幕 更換上全新的 Super Retainer XDR 顯示器 比上帝 10X 更漂亮更亮麗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手機優點呢? iPhone 11 最便宜的 64GB 版本 只需要 5,999 元 而 11 Pro 起標價 8,599 元 而 11 Pro Max 更要 9,499 元 其實記者自己覺得呢? 今代 iPhone 11 性價比真的非常高 而且兩副新色都非常漂亮 其實單單雙鏡頭 Wide 和 Ultra-Wide 鏡頭一般用家已經很夠用 所以舊機升級的話 iPhone 11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 如果你不介意價錢 又想要最高規格 又想用來拍攝較專業的影片 而 11 Pro 和 Pro Max 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大家在用 7 或 6X 等舊機 又不想付太多錢升級的話 iPhone 8 元和 iPhone XR 都減價 最便宜3,000 多元就有交易 非常值得玩 今次發佈會的主角雖然是 iPhone 11 但對於記者而言 Apple Watch Series 5 更加力人眼前一亮 身邊加入 Always On Display 用家在任何時刻、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表面的資料 而且加入了電子指南針功能 行山、遠足或喜歡看聲的朋友就非常適合用 最特別的 今次加入了鈦金屬和陶瓷的 Addition 版本 果迷更可以在 Apple Watch Studio 中 自由選配不同錶帶款式 拼到自己心儀的配搭 價錢就由 3,199 元起 如果想買較便宜的日本級 Apple Watch 的話 Series 3 減價至 1,499 元 亦是非常吸引的選擇 今次就連入門版 iPad 都有升級 新版 iPad 屏幕由 9.7 吋微微提升至 10.2 吋 而且對應 Smart Keyboard 和 Apple Pencil 由 2,599 元起 網絡價錢也挺吸引的 但仍然只是用 A10 處理器 以及沒有轉到 USB Type-C 插口 似乎未能完全取代電腦 這就有點美中不足了 MING If you want to go to turn the camera 到達到你,MING In-When Pinko,MING In-Time iny,MING In-Time 吾 FPS